我上個星期需要用英文廣道 當我離開教會的時候 我媽媽跟我說 今天是誰廣道 當然她可能聽不到英文 最重要是說 聲音不同了 這個是哪一個呢 可能今天她也說 這個廣道是哪一個呢 因為我打敗仗 可能被女兒傳染了 或者是你家人傳染了 感冒 身體會有軟弱 但是我們可以在神的說話當中得著力 特別今天 當牧師說 年尾了 不如我們去做一個回顧 叫我講這一篇 當她給我這個題目的時候 我一想就想起詩篇有三篇 好像剛才陳大興所說 這篇是很多人熟悉的一篇詩篇 為什麼這麼熟悉 真是因為裡面所寫的 實在是太美 特別是我們這些已經活了一段時間的人 人生裡面真的經歷了很多 當我們經歷了人生這麼多事情的時候 在聖經裡面其實最希望得到的 是認同和安慰 詩篇二三篇就給了我們這個幫助 所以今天的早上我希望用回詩篇二三篇 給我們對大興姐妹一個鼓勵 剛才主席陳大興都說 人生裡面或者這一年裡面總有喜如蝶 不會一定順利 在這個過程裡面我們要靠著什麼去前行呢 所以也都令我覺得詩篇二三篇 真是很適合我們作為一個回顧的一個詩篇 讓你再一次看回這段經文 剛才陳大興很聰明地說 邀請大家一起讀 我當初也是想 如果只是他讀的 不是那麼好 因為一篇那麼好的經文 應該每一個人都自己去讀一次 每一個人都自己去嘴著一次 因為陳的話是讓我們自己去讀的 聽回來固然好 能夠自己去讀的話更加明 所以在這裡我膽敢再邀請大家 不怕煩的話 再讀一次這段這麼美麗的經文 好嗎 好 我們去詩篇二三篇 如果大家手上有用聖經的 用自己的聖經都是好事 如果大家沒有的 看我們電腦上面的PowerPoint 詩篇二三篇 讓我們一起再讀一次 耶和華是我的牧者 我必不自缺乏 他使我躺我在青草地上 令我在可安揭的水邊 他使我的靈魂蘇醒 為自己的命引導我走而來 我雖然行過死任的憂谷 也不怕遭害 因為你與我同在 你的著名你的肝都安慰我 在我的人面前 你為我擺設言跡 你容游高了我的塔 使我的福杯滿人 我一生一世 必有恩惠慈愛垂著我 我且要住在耶和華的殿中 直到永遠 詩篇二三篇 在這段經文裡面 其實第一節 可以這麼說 是整篇經文裡面最美的地方 所以我今天選了這段第一節 作為這段今天講到的題目 要說是我的牧者 是我的牧者 是誰的牧者呢 這篇是大衛所寫的 大衛是誰呢 如果在座下有些人 未熟悉聖經的不要緊 我給大家一點點的資料 大衛 我們通常稱為大衛王 不是他吃東西很多 他是一個皇帝 但是他也是三千年前的人 三千年前 一個多久 歷史上一個人物 他是一個皇帝 你可能一聽到 王帝啊 難怪他可以寫得這麼好 難怪他這麼滿足 其實不是 千萬不要想著這個皇帝 好像我們想像中那些 含著金鎖匙出生 做太子啊 韌韌腳 差不多時間就做皇帝 接著每一朝 就睡到有這麼晚 就這麼晚 不用做那種皇帝 這個大衛可以說 是一生都充滿傳奇 充滿了起點 中國人 我們有一個近代的名人 未必大家認同他所做的事 晚年是中國的領導人 但是我們很多都知道他的背景 他們說三起三跌 大家有沒有印象是誰 三起三跌 鄧小平 當然他人生裏面做過很多事情 我們不能夠用三言兩語 去講到究竟是一個好的領導 還是一個壞的領導 但是必然這個人 經歷了很多 成為中國 近代一個很重要的領導人 我看回大衛的生情 我覺得他也是很多的起點 先講他是皇帝 剛才我說他不是太子 為什麼他會做皇帝呢 莫非他很有野心 又不是啊 他不是一個很有野心 一早就要知道自己想做皇帝 一開始其實他只是一個牧羊人 一個牧羊人 牧羊小童 可以這樣說 但是神選了他 因為他得到神的越南 神知道他的心 是向著耶和華 向著神 所以當他很年輕的時候 還是做一個牧羊童的時候 但是神就在他的家庭當中 他明明有很多的阿哥 明明有很多能力的兄長 但是神就選了他 可以你說 那選了他 所以他不是一帆風順做皇帝 當然不是了 神選了他之後 其實都只是幾個人知道的事 神知道 薩慕爾是一個先知 幫他由高的先知 還有他家人 說真的 他家人其實 在聖經裡面 我們感覺到 其實不是多開心 特別是那些兄長 為什麼要選這個弟弟呢 無德無能 只是懂得放羊 所以兄長 其實都不是很喜歡 或者很開心 這個大衛做皇帝 或者將來做皇帝 沒多久 大衛的人生 就很大的變化 這個變化 不是說突然間 他可以順理成章 皇帝死了 他可以做皇帝 不是 因為他生命裡經歷了很多 他經歷了 要面對一對一的 哥尼亞 一個巨人的戰爭 他要面對的是皇帝 半軍與半府 我們中國人都說過 半軍與半府 他在皇帝身邊 服侍皇帝 但這個皇帝妒忌他 因為皇帝知道他 將來會成為他的下一個皇帝 所以這個皇帝非常妒忌他 甚至乎想幾次要殺他 直到大衛要自己走爛 走爛 但這個走爛 不是單單自己走爛 聖經講到他走爛的時候 有多少人跟著他 有六百人跟著他 因為當中可能有些人 那個地方有些人 都不喜歡這個皇帝 就是這個蘇羅皇帝 所以逐漸一些人 開始跟隨這個大衛 開始想 他已經走爛 已經辛苦了 這個十幾二十歲的年輕人 自己走爛 還要帶著六百人 近日大家 可能前幾天大家聽過 十二月二十一日 是世界末日 大家都不知道 什麼叫世界末日 有些戲劃 噢有災難 有時候我想 如果災難來到 可能未必一下子 這個地球毀滅 有戰爭 水災 我想我怎麼帶著我父母 我怎麼帶著我的女兒 怎麼帶著我的太太 只是想著他帶著這幾個人 都不容易 何況大衛要帶著六百人 走爛 走了十幾年 直至蘇羅這個皇帝 自己在戰場上死了 他得到其他人的勇立 成為皇帝 所以從來他都不是自己 爭取做皇帝 一切都是神幫助他 但是當他做了皇帝之後 不代表是 哇很開心 歌舞聲平 他犯了人生最大的錯誤 犯了奸人 奸人的結果是什麼 當然 他求神原諒 神也都原諒他 但不代表他的家庭 不受到懲罰 四個字可以說他發生什麼事 家破人亡 為什麼這樣說呢 他被兒子去追殺 還不是慘 被兒子趕出耶路撒冷 還有他兒子和他自己的妃嬪 在光天白日之下行淫 想來其實大衛恩獎自己一個犯錯 搞到自己家破人 所以大家 弟兄姊妹 如果大衛寫出這篇詩篇 因為皇帝 所以自然他會說這麼美麗的說話 哇神很多的供應 很多的福杯給他擁有 其實不是 他人生裏面 大部份的時間 都不容易過 不論是被人追殺 不論是戰爭 不論是被自己的兒子 去傷害 其實大部份的時間 都是不容易 所以弟兄姊妹 當我選一段時間 選一段經文 不是代表我們每一個在座的人 生活必然很好 我都明白 每一個人心裏面可能有些困難 但是在困難當中 讓我們不要只看到自己的困難 不要看到自己的軟弱 看到神給我們的一切 看到大衛怎樣抓著神 面對人生 剛才我說的 他第一句 《夜惡》說是我的牧者 但是很奇妙 用了一個很特別的形容詞 形容他心中的神 或許或許和自己的背景有關 剛才我所說的 大衛年輕的時候是做一個牧羊人 所以他很清楚 牧羊人和羊的關係 但是另一方面 可能他真的感受到 耶和華不僅是高高在上一個神 而實在在身邊去照顧他 當他年輕的時候 但是為了去照顧羊的時候 這個牧羊人不會是走到很遠很遠 而在羊當中 為什麼? 因為要保護羊 要照顧羊 所以當他面對耶和華的時候 當他認識這個神的時候 他知道這個耶和華在他身邊 所以他用了一個很貼切的形容詞 形容耶和華 但是我斗膽在這裡說一句 他漏了一筆字 嘩!這麼斗膽? 《圣經》漏了一個字 其實呢 不是他真的漏了 我想他心裡其實想說 耶和華是好的牧者 不是一個普通的牧者 是一個好的牧者 大衛人生裡面其實 很多的掙扎 但是當他這麼多的掙扎 這麼多的缺乏的時候 他發現耶和華做了一件事 他說 我不致缺乏 我不致缺乏 人生怎麼會無缺乏的呢? 大衛無論他三千年前的人 和我們今天的人 其實基本人生的需要都是一樣 安居樂園 身體健康 得到人接受 得到神的包容 但是剛才在我說的故事 在大衛故事當中 你會見到 絕對不容易 絕對不是 他的家人未必接納他 那個皇帝 這個掃落的皇帝不接納他 甚至乎跟著他的六百人 都不代表是這麼容易去接納他 這六百人不是因為大衛很好 所以跟著他 而是因為他爭 我們這幫人爭這個掃落 烏合之眾 跟著這個大衛 所以大衛身邊的人 不容易去處理 但是大衛見到的 無論是甚麼環境 他都不會覺得自己是缺乏 因為他擁有的是耶和華 心靈的滿足 比肉體的滿足更加重要 說真的 特別是越來越年長的時候 我們都說 吃得多少 穿得多少 我現在都覺得 吃多一點 只要他肥一點 穿的其實可以很簡單 用的東西也可以很簡單 如果大家上個星期 在這裡 當然我講英文 未必大家明白 我鼓勵今年的年青人 特別是為了英文堂的奉獻 怎樣去奉獻 我鼓勵他們 不是放大手板 問父母 給我多一點 讓我可以奉獻 因為我們年青人 我們教會的英文堂主 他們都是年青人 我希望他們學習一個犧牲 怎樣犧牲呢 就是今年 這個 Boxing Week 這個節禮咒 平時的 天天出去 每年出去買東西 今年試試不買一年 可不可以為神犧牲呢 今年我都去學習這個 以前我都很喜歡看 看那些中國人說什麼Flyer 那些彈章 看哪些便宜 哪些便宜 今年我看下去 完全是沒有興趣 原來真的可以不需要 那些什麼50%的折扣 百分之60%的折扣 其實是可以不需要的 因為我們有耶和華 我真的感受到 如果當我們在找耶和華的時候 我必不自缺乏 原來生活上的需要 不是真的想像中那麼多 當我們擁有耶和華的時候 我們的心靈的滿足 令我們看這個世界 是更加平安 更加是安安心 但跟著大衛所說的 更加是給我們知道 為何他有這份心裡面的滿足 他使我躺在青草地上 令我在好安潔的水邊 很多時候我們讀到這段經文 哇 當然是很羨慕大衛 神帶領他去到青草地上 可以幫他安潔 令他去到安潔的水邊 真人大衛 當他用這段經文的時候 他心裡真的很平安 為何這麼平安 可能在座 包括我自己在內 都不知道怎樣牧羊 沒有什麼知道 還有誰懂得牧羊 特別在猶太地牧羊 可能有些是中國來的 都試過放牛 我爸爸也放過牛 放牛很簡單 帶他到田裡 到處都是草 放牛很簡單 但是在猶太地放羊 不是這麼簡單 因為猶太地 如果大家有機會看照片 寸草不生 寸草不生 要找一個青草地 這個牧羊人 不是隨隨便便 不斷帶羊走開 那些羊走開 自己在玩 iPad PSP 不是這樣 上網 不是的 他要帶著羊 走過很多地方 去找一個小小的青草地 還有在青草地 會看清楚 是沒有蛇 沒有其他傷害到的羊 的動物 或者昆蟲 或者其他 所以找一個青草地 不是一個容易的事 當大衛說 神帶領他 使他躺在這個青草地 其實整個過程 他知道神是做了很多事情 在他人生裏面 是一步步地安排 弟兄姊妹 無論是今年或者過去 可能我們經歷的事情 是很困難的 但是神的帶領 其實仍然在我們身邊 神其實比我們更知道 我們面對著什麼 千萬不要說 神現在我所面對的 究竟你在哪裡 究竟你知不知道 我現在面對著什麼 神你知不知道 我心裡的困難在哪裡 如果我們相信 大衛在這段所講的經驗 神就好像一個沐浴人 讓羊更鮮到一個地方 先了解一個地方 才讓羊去安躺 在一個青草地 所以今天我們面對的 如果頂戰是覺得很困難的 我們學習不要埋怨 因為神完全清楚 你面對的一切 然後大衛也都用 還有領外在很安潔的水邊 剛才我說 猶太地是寸草不生 為什麼? 因為大部分地方都是沙漠 所以也不要想著 好像放羊 好像爸爸那些放牛 整個河在旁邊 那當然是 你自己走過去 然後去玩 玩完回來帶你走 絕對不會 當時有水的地方不多 或者有水的地方是很遠 所以那些沐浴人要帶他去喝水的人 甚至乎要帶他去河流 但是大家知道 羊是很敏感的 那些水 比如說去到約旦河 約旦河是一條河 那麼容易是可以讓他安心的嗎? 那麼容易有安揭的水邊嗎? 絕對不是 所以大衛知道 這個沐浴人是一個好的沐浴人 一個真正好的沐浴人 怎麼可以讓水安靜呢? 怎麼不可以讓河停下來呢? 這個沐浴人要親自落到河 用小石圈圍著一個圈 讓水在岸邊平靜 讓羊慢慢走過去 可以喝水 所以弟兄姐妹 雖然這兩句說得很簡單 但是千萬不要想著 很容易 把羊帶到青草地 讓人帶到河邊 自己喝水 自己吃草就可以了 但是不是 因為大衛自己親身經歷過 做一個好沐浴人的經歷 不簡單 他要讓羊先到青草地 了解那個地方 有沒有蛇蟲鼠 有沒有毒的東西 去到水的邊 他知道不是隨便讓羊就這樣喝 因為羊小小的驚動 羊就會走開 要讓羊安揭在水邊喝 在水邊安揭地喝 要讓水平靜 他就要落到水裡 用石圍起給羊 這個景象 但是為心心在他的腦海裡 我們的神也是這樣 神所為我們做的事也是這樣 所以大兄姐妹 沒錯我們生活上是很多的缺乏 可能生活上有很多的不足 但是當我們去跟隨大衛的腳步 知道神其實在我們身邊 大衛自己感覺到人生沒有缺乏 因為他遇到一個好目用人 為他人生的路是鋪排 為他人生的路是阻擋風雨 所以大衛能夠說 耶穫華是我的目者 我再加一句 加個字 耶穫華是我的好目者 除此 大衛用了清草地 用了安揭水邊 形容這個好目者 為他人生做的一切 跟著 大衛也都很坦白 他說 他使我的靈魂蘇醒 為自己的命引導我走而來 雖然表面上這段經文 沒有說到自己所做錯的事 但是剛才我所說 大衛人生裏面 這個污點 他不可以忘記 他犯了奸人 搞到家破人 他需要神去提醒他 使他的靈魂蘇醒 幫助他行回人生的路 人不單止人生裏面有起點 還會有事 會離開了神 每個人都會有的機會 我自己都曾經有 千萬別想著 下目者 當然是一生跟隨神 認識神 都認識了很多年 二十多年 差不多現在 計上來了二十多年 但是在這二十多年當中 有些日子 我會放在工作行先 放在自己的理想行先 甚至乎 是離開了教育 曾經發生在我身上 所以當我看這段經文的時候 我回想 是神令我的靈魂蘇醒 是神幫助我 返回祂的二路 所以弟兄姊妹 如果我們真的回想今年裏面 可能我不會問大家 今年裏面有沒有離開了神 但是心裏面 想一下今年裏面 有沒有因為一些的原因 可能是說 一些工作上的要求 甚至乎 生活上的 個性上的 一些的 自己的性格 不相信神 離開了神 在一刻 求神 去令我們蘇醒 好像大衛一樣 他犯了很大的錯 但他要去回神那裏 求神 令他靈魂蘇醒 讓他可以悔改 經文說 使我的靈魂蘇醒 為我的命 引導我走二路 這個我的命 不是為大衛的命 是為神的命 所以弟兄姊妹 如果我們今年 或者過去 曾經離開了神 我們要立定心志 在神的面前 去求神 去原諒 是為了神的命 去返回神的二路 人生不是單單為了自己 特別我們這些是 每一個大部分都是基督徒 我們是跟耶穌同釘十字架 活著就是基督 我們活著不是為了自己 也不是為了其他人 而其他人看的 基督徒是代表基督 我曾經都說過 一個很出名的名人 甘地 他說他都很喜歡耶穌基督 但是他在基督徒身上找不到基督 所以他不相信耶穌基督 當然他比較誇張一點 但是我們真的要檢查 每一個人 有沒有在我們生命裡 真是同釘十字架 活著就是基督 如果有的 我們坦誠去到神的身邊 求神去憐憫 求神去原諒 也都求神去力 蘇醒我們的靈魂 願意去悔改 願意為神的命 去行走意外 跟著大衛再說 我行過死任的憂谷也不怕蹤寒 因為你與我同在 你的肝 你的像你的肝 都安慰我 但是這裡很坦白 那段時間 那段日子 他是行過的 是一個死任的憂谷 是不容易 是非常困難 大家有沒有行過死任的憂谷 可能大家都沒有行過真正的死任的憂谷 但我記得有時候我們加拿大 有些山洞 很窄很黑 走進去的時候 其實雖然這些是旅遊區 你明明知道是可以出來的 但是我們都會很害怕 希望盡快走過 因為不知道當中會遇到什麼的困難或者危險 所以大兄姐妹 當我們走過我們自己的死任的憂谷的時候 我們很想出來 很想離開 我們不是靠著自己的力量 大衛不是靠著自己的力量 他不怕蹤寒 因為他得到的安慰 不是靠著自己身邊的六百人 不是靠著自己的智慧 而是靠著神的肝 神的象 大衛也用了牧羊人一個很特別的象徵 什麼叫乾什麼叫像 為什麼牧羊人有兩支東西呢 一支不夠嗎 為什麼不可以只是乾就夠呢 不可以只是醬就夠呢 其實有分別 醬是什麼呢 醬就是很多時候我們老人家都會拿著的 一支棍 但是那個尾尾那裡是有個勾的 有個勾的 為什麼有個勾呢 牧羊人怎樣去驅趕 或者怎樣去帶領他的羊呢 就是當羊走開的時候 他不是用一支乾去打他們 而是用一支象勾回他們 帶他們回來 甚至乎有些羊自己真的迷失 跌落了一些山洞 或者一些山丘 他可以用那支乾勾著他的角 帶回他們 帶回他們 乾就不行了 乾那隻羊不可以拿著 羊沒有手 但是那支象就可以 跟著乾是什麼呢 乾就不是驅趕 乾是用來保護羊 用來趕開夜双 所以大衛這裡用了一兩個名詞 幫助我們認識這個夜和畫 我們走過我們的困難的日子 原來當中是有神在身邊 神怎樣去看護我們 一他有兩樣東西 都是用神的說話去帶領我們回來 去回神的當中 也是保護我們 所以弟兄姊妹 今年裡面 不是自己走過這個死陰的休谷 因為神是跟我們一起走過 因為大衛說不怕灶害 因為他得到神的肝神的醬的帶領 在今年裡面 我們教會雖然好像是風平浪靜 但是不代表我們教會是沒有挑戰 因為風平浪靜當中 我們就容易迷失 我們容易失去了動力 很感謝大家的鼓勵 我們英文堂的年輕人 其實我們只有五十多人 很多都是學生 但是他們知道教會 不是單單給他們五十人 很乖乖地坐在那裡 他們希望教會 給更多的人能夠來到當中 所以他們膽敢去提出 在抗堂 在英文堂那裡 我們經常強調 這個抗堂 不是代表每個年輕人 坐的地方是大一點 我常常跟他們說 當我們抗堂的時候 每個人坐的地方都是一樣 為什麼要抗堂 因為神想更多人來我們的教會 不是讓每個人舒服一點 坐得開心一點 坐得好一點 但是年輕人願意承擔 願意承擔 上星期我也提到 我們英文堂有三次自己的奉獻 三次的自己的奉獻 在十六號、三十號和一月十三號 在十六號第一次 我們英文堂的年輕人 得到神的感動 自己已經奉獻了超過一萬元 我真的不知道那些錢是怎樣的 必然是德英姊妹的純福 德英姊妹的純福 這是二零一三年 我們初宿的果子 是奉獻給神 當然我們知道 這個建築費是六萬元 但是我們年輕人 不要說要籌多少錢 按著他們的能力 按著他們的心意 按著他們的上伏 也按著他們的學習犧牲的精神 因為他們知道 沒錯 是犧牲、是困難 但是這個過程中 有神的帶力 所以德英姊妹 喜悅讀了一次 是多謝你們的鼓勵 多謝你們的幫助 自實來說 當然年輕人的錢 大部分都有家長而來 所以沒有你們的幫助 是不可能發生的 但是讓我們年輕人 學習到一樣東西 我們教會是同心去建立這個教會 我們都鼓勵他們 去明白 神在我們當中 正在做很多事 將來 他們要成就更大的事 今天 是他們第一次的考驗 接著在第五、第六節 給我們最大的一個鼓勵 一個提醒 在我的人面前 你為我擺設賢席 你用油高了我的頭 使我的福杯滿日 我一生一世 必有恩慰,慈愛隨著我 我且要住在耶和華的殿中 直到永遠 在大衛這裡 最後再說一次 他就說 在敵人面前 大衛一生裡面 真是很多的敵人 無論是 歌利亞這個愛永的敵人 人人得而主之 這個侮辱神的敵人 大衛自己一個人去面對 但是靠著神 去面對這個巨人的歌利亞 但是跟著他面對的敵人 就是神第一次高立的蘇洛王 神大衛沒有去反抗 沒有去指責 他甚至乎有機會去殺害這個蘇洛 因為當他走爛的時候 這個蘇洛有機會去到山洞 但是在山洞當中 大衛和他六百人躲在裡面 大衛可以走到蘇洛王的身邊 可以刺殺他 還有一件事 他身邊的幾百人都要求 這個是最好的時機 甚至說 他們說是神給你一個最好的時機 將蘇洛去殺害 但大衛沒有利用了這個機會 他寧願面對這六百人 這所謂跟隨的人的反抗 你試想一下他自己那時候 如果這六百人一反抗他 他就失去了逃走的機會 他寧願跟隨神 所以大衛身邊的敵人 無論是人人得如公知的哥尼亞 還是蘇洛這個皇帝 大衛都是知道神在他身邊 到最後他的兒子要追殺他 他也要求他的將領千萬不要殺他的兒子 求神去幫助 所以大衛面對一生的仇敵的時候 他不是單單要求神幫他報仇 他是見到神的恩典 所以在這裡他說 你為我擺前了賢席 賢席就是代表勝利 因為無論發生什麼事 無論有多少敵人 大衛都見到勝利最終是羅智神 而且他說 你用油高了我的頭 使我的福杯滿人 他在這裡所說的 用油高了我的頭 不是單單說他當初做小朋友的時候 神藉著散布爾去高他的頭 成為猶太王 而是他用了猶太人一個傳統 當一個主人家邀請他的朋友 來到這個婚宴的時候 他會用少許的油在客人頭上滴一滴油 代表這個客人是非常之重要 所以大衛在這裡覺得神在他生命裡是很重要 給他一生裡面是福杯滿人 給他得到很多 但是大兄姊妹我想大家學的是最後一句 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前愛隨著我 我且要住在耶和華的殿中直到永遠 得到神的恩典大家都會開心 都不用教了 如果大家像大衛一樣 帶領人生裡面經歷了這麼多的事情 最後都是可以安安定定的度過晚年的 自然會感謝神 要不需要我教 是吧?不需要教的了 是吧? 得到人生所有神給我的福杯滿日 還需要教?不需要教 但是在這裡 大衛告訴我們 他不單止是感謝神 知道神是因為前愛隨著我 但是他最重要的是 我且要住在耶和華的殿中 他不是說要住在自己的殿裡面 他不是說自己要享受人生 他不是說自己多好 而是他謙卑下來 願意永遠在耶和華的殿裡面 所謂耶和華的殿裡面是什麼? 生物記教導 耶和華的殿就是代表神 大衛說無論他擁有多少的事情 他都知道神一陣在他身邊 他都願意跟神一起 耶穌基督在燈山寶分也說過 是一個清新的人必然見到主 大兄姊妹 我們在座的很多人都可以說 人生行了大半 生活可能好像大衛一樣 經歷了很多的起 經歷了很多的跌 現在可能是福杯滿日 但這一刻不要看著自己的福杯滿日 我們要學習大衛 目光永遠都是向著我們的神 只是一個清新的人 敵著耶穌的教導 我們才能夠見到神 要不然 我們只會見到自己手上擁有的一切 然後就忽略了神 大衛為何會被蘇羅追神 蘇羅就是自己見到的 是福杯滿日 蘇羅其實都得到神的祝福 做皇帝不祝福嗎? 其實他都得到神的祝福 但是他為何這麼不喜歡大衛呢? 擺明大衛不是跟他搶拳 大衛只是一個小朋友 無軍事的力量 大大妒忌 因為他看的不是看著神 他自己看到自己手上的一切 甚至乎他自己的兒子都知道 將來是大衛成為一個皇帝 是神所暗留 但是這個大衛 但是這個蘇羅 看到的 他人生裏面都有起點 他都打過很多場仗 他經歷的事情 可能跟大衛的不相差很遠 你想想在戰爭當中 必然是很多的撕殺 很多的危險的情況 所以蘇羅不是代表他一個人 平平安安做了皇帝 但是最後神讓他成為一個皇帝 他自然都有擁有很多 但是他仰望的只是自己手上的東西 導致他見到這個大衛 黑人爭 要追殺他 所以弟兄姊妹 我們為什麼要學習大衛 不是因為我們想像他 每個個都可以福杯滿日 這個不知道 不知道我們可不可以福杯滿日 但我們要學習的 好像大衛 無論有沒有福杯滿日 而且福杯滿日這件事沒有標準 什麼叫福 什麼是杯 每個人自己心裏都有一個尺度 但如果我們只看著自己的福杯滿日 我們就會學習蘇羅 其他離開神的一切聖經人物 我們學習的是大衛 因為大衛說 他願意一生一世 必有恩惠慈愛隨著我 他知道無論行神生行多少個路 神一樣跟他一起 而且他決定 我且要住在耶和華的殿中 直到永遠 讓我們弟兄姊妹 無論我們的手上 身上 銀行 身邊 有沒有福杯滿日都行 我們都 永遠 住在耶和華的殿中 直到永遠 讓我們低頭祷告 我們主要我們的神 今早上 我們做一次多謝你 給我們這篇這麼美好的詩篇 詩篇二十三篇 我們知道這個詩篇二十三篇 幫助到很多的弟兄姊妹 無論他們在困難的日子 在順境的日子 都給他們鼓勵 今天讓我們在這個詩篇裡 學習到一個最重要的事 就是無論我們手上有與沒有 我們都好像大衛一樣 永遠都決定住在耶和華的殿裡面 永遠都走進我們的神 直到永遠 因為耶和華是好的目者 耶穌基督也說過 我是好目人 祂願意為我寫命 所以我們每一個人都可以 真的好像大衛所說 我必不自缺乏 因為當我們擁有神 擁有一個這麼好的目者的時候 我們還需要什麼呢 神向我們做一次感謝祢 感謝祢給我們這個鼓勵 無論是2012 無論是2011 甚至乎將來2013 我們都會經歷很多生命的起跌 讓我們無論是哪一刻的時光裡面 我們都記得 我們都願意找緊我們的目者 假如是耶穌基督 因為祂是好目者 我們這樣的祈禱 奉我主耶穌基督之名 Amen